你現在透過空拍所看見的是台中國道4號風潭工程 而這座橋樑是使用青磁混凝土所設計的橋樑 混凝土是土木建築工程重要的材料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一種輕盈的混凝土 青磁混凝土 這次我們將青磁混凝土大規模的應用在高速公路的主線上 而青磁混凝土每立方公尺的重量為1900公斤 比起一般常重的混凝土每立方公尺2400公斤輕了許多 我們把常重混凝土中的天然力量用人工青磁力量取代 讓橋樑更加輕盈苗條 因此我們可以少做一些橋墩 讓橋樑的設計變得更薄更細長 所以整體的基礎也能做得更小 當開挖的面積變得更少時也能降低對環境的破壞 當整體的尺寸縮小時代表建築材料都能減少 自然也就省了更多錢囉 青磁力量能夠如此輕巧 完全歸功於它質地上的明顯差異 而這些差異影響了整體的重量 而這些青磁力量又是怎麼製作出來的呢? 大家都知道水庫中長期累積了大量的淤泥 導致蓄水率嚴重降低 剛好這些淤泥就是青磁力量的原料 採集後的淤泥將送到青磁力量製造場 不過原料的採集還能順便將水庫的淤泥消化掉 真是一舉兩得呢? 青磁混凝土是怎麼製造出來的呢? 製造過程和常種混凝土相似 我們只需要把裡頭的天然力量換成青磁力量 送到混凝土拌合場進行計量與拌合就可以了 在拌合之前 我們需要將青磁力量浸到水中 因為只透過灑水 青磁力量很難吸飽水分 在混凝土放送中 很容易因為放送壓力 讓青磁力量再吸收水分 使混凝土失去工作性 毒涉在管中 所以這次我們將青磁力量完全浸泡在水中 讓它完全的吸收水分到飽和 這樣在放送時 青磁力量不會因為放送壓力再吸收水分 就能避免混凝土堵塞在管中 青磁混凝土的製造過程都經過嚴謹的製程及品質管制 最後就是將青磁混凝土運送到工地現場 準備進行膠質 在工地現場 我們使用放送車進行壓送 工作人員在膠質過程中 需要細心注意放送的壓力 才能避免壓力過大造成色管 膠質完整後的青磁混凝土和傳統混凝土一樣 需要馬上做水護的養護 同時覆蓋上布枝布 才能避免水分的善失 這次國道4號風潭工程橋樑 所使用的青磁混凝土 不但輕盈且用途廣泛 在建築上也能減少材料的使用 減輕重量縮小體積 這環境不遭受大面積的破壞 更透過原料的採集 消化水庫中的淤泥 讓我們一起來期待 未來通知後的行車體驗吧